嗨,今天你们听故事了吗?大家好,我是承接妈妈 我记得第一次跟孩子分享这个故事在圆木桥上摇晃 是在去年的12月25日 而且是对着26个学生讲这个故事哦 那一天他们的心情呢,相当浮躁 因为老师装扮的圣诞老公公就要进班发糖果了 原本我担心这个故事比较长 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收服孩子浮浮躁躁的状态 没想到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们相当喜欢 而且就在上一个礼拜呢,我的女儿也拿起这一本绘本故事念读 读得相当开心,也让我想要借这个影片跟大家聊聊我对她的看法 不知道爸妈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觉得有些绘本故事呢,故事非常好,但是很难念给孩子听 在念读的过程里面呢,通常需要添加或转换故事中的文字 如果你们曾经念过汉深的中国童话给孩子听的话 就会发现她的故事节奏非常好 在念的过程,几乎不需要做任何添加或转换或删减 这样的故事呢,通常可以很顺利的抓住孩子的听觉 而这一本,在原木桥上摇晃,同样也是这样的故事 它描述呢,在大雨滂沱后的几天,河流上的木桥松动了 而狐狸与兔子并不知情,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你追我跑的生死战 如果兔子跑快一点呢,今天狐狸就要饿肚子了 但如果兔子跑慢一点呢,它就要被狐狸吃掉了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桥下的木桩松动了 从原本的五根变成四根,最后变成两根 坚固的木桥瞬间成了东摇西晃的悄悄板 在这个东摇西晃的悄悄板上面呢 狐狸往前跑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 而且中间还伴随着彼此的惊声尖叫 好不容易桥慢慢平衡下来了 他们两个又开始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威吓对方 没想到却迎来一群乌鸦 于是桥呢,就又开始东摇西晃起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班上所有的孩子都笑了 一直到夜晚,当狐狸与兔子慢慢冷静下来 学生们的笑声也才慢慢停止 不过接下来狐狸要跟兔子一起面对的难关 可不再只是摇晃的桥,还有鬼 但是,是真鬼还是假鬼就留给父母跟孩子一起去共读了 我记得在读这本故事之前呢,曾经问学生们 你们希望谁赢呢?想当然,他们是一面倒的知识兔子 因为狐狸与大野狼一样,早就成为故事中的反派角色 不过很奇妙的是,当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 所有的孩子慢慢开始喜欢上狐狸 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救了兔子的,可是狐狸哦 不过就当我们以为故事就要结束的时候呢 作者在最后又埋了一个伏笔,要让孩子们去猜一猜 彼此是天敌,但曾经同生共死的两只动物 最后会建立友谊,还是继续你追我跑呢? 在圆木桥上摇晃,是一本很棒很精彩的故事 希望你们会喜欢